天气时事聚焦国际 欢迎收看TBR怀新闻 您好我是刘振业 马上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已经获得250令吉购书券的大专生 不能再领一个大马援助金 虐打怀孕妻子案件 男子被控蓄意伤人罪 但他否认有罪 中国国庆之际 香港引发示威 要求撤回国教科 结束一党专政 财政部副部长大都阿王阿雷 昨天表示 符合资格的21岁以上单身者 包括大专生和失业汉 可以在明年领取250令吉的 一个马来西亚援助金 不过另一位财政部副部长 大都林祥才今天却表示 大专生已经获得了250令吉的购书券 所以不会在一个马来西亚援助金下 获得另外的250令吉 林祥才说 由于大专生将会获得250令吉的购书券 所以政府不可能在同一个组别给两次拨款 财政部将对此发出文告 以文告内容为准 与此同时配合首相提成的2013年财政预算案 林祥才今天提成的2012年财务法案第二一读 以修改1967年所得税法令 1949年印花税法令 1967年石油税所得税法令 以及1976年产业盈利税法令 在修改1967年所得税法令下 政府建议个人所得税的税率降低1% 这意味着一旦法案通过 从明年起可征税收入 在5000令吉以下者 无需缴税 预料将有17万名纳税人受贿 而一名月入5000令吉的未婚年轻人 可豁免缴交高达425令吉的所得税 国会消息 尽管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阴影笼罩 但是首相署副部长达都SK 迪瓦马利表示 我国依然能够在今年达到 4.5%到5%的增长率 他说这是因为公共和私人领域 大力推行发展项目 同时在政府提供的几项奖励下 人民的可支配收入也提高了 巴西马区国会议员 达多伊伯拉姫阿利的提问时指出 我国经济成功达到稳健的成长 也就是从第一季度的4.9% 提高到第二季度的5.4% 当提到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时 迪瓦马利表示我国这一季度的经济表现 比新加坡 泰国和越南亮眼 但是相比一些内需强劲的国家 比如印尼和菲律宾 我国就略显逊色 印尼和菲律宾分别取得 6.4%和5.9%的经济成长 另一方面 内政部副部长德多·阿布森曼·尤索普指出 从去年到今年8月 一共有777名在我国求学的外国学省 因为涉及各类罪案而遭到逮捕 他透露这些外国学省涉及的罪案 包括智商他人 偷窃 滥用毒品和商业罪案 其中又已犯下商业罪案者占大多数 首相在9月28号的2013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 将会把绿色科技发展的拨款 提高到21令吉 以发展我国的绿色科技 目前共有21家银行参与绿色科技贷款计划 而成功申请到贷款的公司 也从13家提高到65家 能源绿色工艺级水务部长德西陈华贵表示 目前国内参与绿色科技贷款计划的银行 已经加速处理公司贷款的申请 不过他强调 这并不代表银行对申请者的要求不严厉 陈华贵是在出席2012年国际绿色科技 及环保产品展览和会议 IGEM的推荐以后 向媒体这么表示 IGEM是东南亚最具规模的绿色展览会之一 今年大会的主题是绿色科技成就未来 同时展场也云集了欧盟 美国 日本等国家的绿色环保产品 RTM 黄兆峰采访报道 来看其他的国内新闻 在雪兰尔州一对未婚夫妻 今天早上在南北大道附近 摩托车突然失控反复 导致未婚夫跌倒地上 头部撞向马路中间的防护栏 严重受窗 他的景象也差点断掉 死状恐怖 这场意外也导致两人从此阴阳相隔 下来看一组社会新闻 这起意外发生在雪兰尔州沙登 据报道 这对未婚夫妻是在今天早上 在南北大道附近 摩托车不知何故突然失控反复 两人从摩托车飞抛倒在马路上 未婚夫奥发扎案 头部撞上马路中央的防护栏 景象差点断掉 当场死亡 而坐在后座的未婚妻 伤势也不轻 较后已经被送往沙登医院接受治疗 这场意外也导致两人从此阴阳相隔 另外同样是摩托车意外事故 一名只有17岁的少年 昨天晚上出外和朋友相聚后 不料在回家半途中 遇到正在过马路的一群水牛 男子相信是闪避不及 直撞牛群后摔倒在马路上 该名少年因为头部受重创 而当场丧命 法庭消息 今年7月一名澳洲女子 因为在我国涉嫌贩运毒品 而被控上法庭 这名女子的辩兔律师 今天透露 基于药物化学报告还没有出炉 因此吉隆坡法庭宣布 把这起案件展延到11月9号审理 34岁的被告 莱格维尔是一名护士 他的辩护律师 穆哈曼·沙菲·阿布杜拉表示 被告携带毒品的真正重量 可能会在11月9号才公布 莱格维尔的一名亲人 特地从澳洲赶来临选 他表示他们会继续 为莱格维尔争取自由 莱格维尔拥有6名孩子 警方是在今年7月17号 在莱格维尔驾驶的轿车里 发现大约1公斤的甲基安非他命 当时坐在车里的尼日利亚人 纳迪迪也被提控 他们是在1957年危险毒品法令下 被控上庭 根据我国严格的禁毒法律 任何人士只要携带50克 或更多的毒品 一旦罪名成立 被告将被判处强制性死刑 早前曾经在面子书 引起社会关注的丈夫涉嫌 虐打怀孕妻子短片男主角 欺富强 在事件经过一个多月后的今天 正是在医保推示厅面控 罪名是攻击智商妻子 不过由于被告不认罪 法官因此则定在10月31号 再次过堂 26岁的被告欺富强 被控在8月23号 在妻子冯金贤 位于医保的首饰店里 暴力殴打怀孕的妻子 根据刑事法典323条文 一旦罪名成立 被告可被判最高一年监禁 或不超过2000令吉罚款 或两者监失 女受害者冯金贤 在一个月前 曾经在面子书张贴遭到丈夫 在室内殴打的录影片段和照片 当时这起事件也在网上疯传 两人也前后出来 向众人交代事件的来龙去脉 另外在柔佛 一名42岁的男子 Maiswaran Kumarasingam 因为涉嫌收取550令吉的贿赂 结果在今天被控上新山高庭 根据诉讼 这名男子是在去年3月12号 收取了Sri Suria Movers公司的贿赂 以便当作收取了该公司 原本应该支付的服务费用 因此被控触犯2009年 反贪污法令第一条A款和第24条条文 一旦罪成 被告将被监禁不超过20年 以及罚款至少贿赂金的5倍 或1万令吉 适合者为高 由于被告否认有罪 法官允许他以8000令吉 和一名担保人保释外出 同时责定下个月1号 再度开庭审理这些案件 日本首相野田佳燕 第三次进行内阁改组 以提高支持率 六架美国语音飞往冲城 进行部署计划 日本民众强烈反对 稍后回来给您继续报道 别等待 欢迎回来看国际新闻 今天10月1号是中国的国庆日 和往年一样 今天破晓 黎明破晓之前 就有许多民众和游客 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争相观看升旗典礼仪式 此外中共领导人也在上午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敬献了花拳 今天一早当太阳 从中国东海的海平面 升起的那一刻 天安门升级礼便开始进行 有96名解放军 组成的旗队走出天安门 经过水桥到旗杆围栏 动作整齐一致 场面非常庄严 时间一到国歌奏起 解放军把国旗往空中一抛 国旗便随着国歌栩栩升起 在场观看升旗里的民众 纷纷拿出相机 手机争相拍摄 国旗飘扬的那一刻 升旗仪式完毕后 数以万计的和平歌 便从天安门四周 被放飞到空中 场面壮观 除了升旗里 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3周年纪念日 中国领导人也在 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率领下 在上午10点左右 来到天安门广场 一起向人民英雄默哀 过后在解放军的带领下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敬献花篮 最后所有中国各民族代表 一同围绕着纪念碑 向民族英雄致敬 今年的中国国庆 香港的政要人部忙庆祝 学省组织还有民权分子 却趁着大日子 大声提出诉求 反国民教育的香港学省组织 学民思潮 尽早拉大队到金子金广场 要求政府撤回国教科 香港社民连后任立法会议员 长毛梁国雄 则是号召一场 结束一党专政的示威游行 大约50名学民思潮成员 参与示威 他们身穿黑衣 高举反国教科布条 一路高喊捍卫 香港民主自由的口号 示威者表示 他们选择在国庆日 这一天示威 不是不爱国 正因为是爱国 才要游行示威 游行队伍原本计划 向出席升旗里的 香港特首梁振英 提出抗议 不过途中遭到警方拦截 双方一度爆发肢体冲突 备受争议的国民教育科 香港政府最终做出妥协 让学校自主决定 不过学省组织要求政府 正式宣布撤回国民教育科计划 同样遭到警方阻止 继续前往金子金广场的游行队伍 包括由绰号长毛号召的游行示威 示威者出动黑色棺木道具 高举已故命运分子李旺洋的肖像 还有呼吁停止打击 维权艺术家的告示牌 抗议中国民主人权倒退 同样有中国的消息 今天天津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 导致至少六个人死亡 包括一名中国籍司机 和五名德国游客 另外14个人受伤 新华社的报道指出 这起意外事故在当地时间 早上8点30分左右 发生在金金堂高速和金户高速的交汇处 新华社报道指出 当时一辆载有德国游客的中型旅游巴士 和一辆大型集装箱货车 发生追尾事故 结果旅游巴士起火焚烧 旅游巴士更烧成黑色框架 车头部分严重受损 据了解这次的巴士旅行团是由中国青年旅游服务所组织的 不过当局目前还不清楚巴士当时再有多少名游客 报道指出 在六名死者当中有五名德国游客 不过死者的身份暂时无法确认 另外14名伤者目前已经被送往天津武清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而德国驻中国使馆也已经派人赶往天津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